所以要把今天頭刺痛的過來 來關心的就是這陣子 讓這個全國人注意的就是15年前 這個韓國慶讓人完翁台詞的案件 馬總統今天是親自告這個韓家 向這個韓國慶的這個媽媽 來回事例現場最新的狀況 要請記者林俊賢來跟我們做說明 好的主播記者 目前在江家的樓下 因為這個江國慶遭到錯殺案呢 總統馬恩就在國防部長的陪同下 親自到這個江家來致歉 馬總統並且親自在江國慶的臨前 來上香致意 同時呢 向張國慶的母親表示 一定會幫江國慶來平反 我們來聽聽稍早這段談話內容 會非常不安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來 向你誠懇的表達我的歉意 一定會 政府以後絕對不會再有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我來呢 也希望向你的家屬表達 我們非常誠懇的認錯跟道歉 我們希望類似事件不要再重演 我們協助家屬平反 同時取得應該有的賠償 而對於家屬來要求呢 希望來撤銷死刑 來恢復江國慶的名譽 才是真正的平反 馬總統表示呢 他是以中華民國的身份來慰問 並且來道歉呢 表示行政上的平反 以及社會上的觀感已經平反 至於司法撤銷這個死刑呢 則需要經過一些法律程序 總統也會要求相關的部門 來協助 希望來盡快幫助這個江家 來完成法律上的一個平反 好的 以上是在現場最新連線的狀況 把鏡頭還給棚內 及了一點